阿咪 今天走來幹嘛 你終於來了 今天我挖到寶了 我剛在旁邊釣魚啊 我就聽我朋友跟我講 他說他在蓮池塘挖了很多寶物 結果他帶回家養 他的魚缸全部漁出事情 這什麼 這個嗎 我來帶你了解 我們挖到什麼東西 走 我在挑河濕的場地 我覺得這個地方肯定有 就決定是這裡了 上吧 阿咪我們到底要挖什麼啊 我們今天要來挖河棒啊 河棒啊 他基本上是沒什麼天底啊 可是他不太會移動 他怎麼移動 他需要一些軟泥 或者是爛泥 一灘泥在那邊 用他的扁扁的斧竹 下去挖個洞 然後慢慢前進 慢慢前進 慢慢前進 走 今天我挑的這個場地啊 非常合適啊 別看下面都是石頭啊 下面都是爛泥啊 走 我們來挖看看 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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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這邊好了 阿咪要小心一點啊 那等一下就要石頭子了 為什麼 因為 蒙拉 鹹水一口 我蒙可棒啊 呵呵 你看 這是什麼 無壽爐 隨便挖都有 好 欸 一堆爛泥 你看還有垃圾 真的是喔 記得喔 來這邊挖河棒啊 一定要一隻手橙子啊 下面都是青苔啊 你會站不穩啊 很容易跌倒 而且這邊都是石頭 只有石頭奉有淤泥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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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又是挖到一顆死掉的螺 我還以為挖到了 看樣這個區域沒有了 我們再往前看看 走 哎呦 感覺是個大河磅喔 扁扁滑滑圓圓的又有裁切到一半 好大顆耶 大概這麼大顆 我看看是什麼東西喔 欸 石頭 一比一萬 開不開心 阿咪要挖多久 整個雷汁潭都被你挖騙了 別逼我 穿鞋尾張下去真中心挖 為什麼要逼我啊 這邊啊 是我最後希望的 我的重點就是一路從這邊挖到這邊來 我們就看看這一條到底能不能挖到河棒 開挖 開挖 欸 欸 這次 好像真的有了喔 我先看一下 各位觀眾 二條S 請看 中了 真的有河棒 漂漂亮亮的河棒 你看看 我們再挖看看有沒有 通常有一顆 絕對會有第二顆 中了 今天的收穫就是這兩顆 我再告訴大家為什麼我朋友的魚缸會倒缸吧 就是因為這兩顆 這兩顆 不要小看這兩顆那麼簡單 很可怕的 走 帶你去瞭解 想知道岩石潭除了河棒可以抓以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生物嗎 今天 我拿出我的秘密武器來了 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烏公瓦 我的秘密武器 讓你看看這裡面還有多少東西吧 好 走 我們上網去 接下來 我們就給它放七七四十九個小時 再來收看看裡面有沒有東西 走 我們去躲太陽去 好熱 現在四點 我們來收網子 這個 這個 不用多做解釋吧 字節上次掉的 正港的紅魔鬼 整隻很紅很漂亮 哇 這應該是巴西龜啦 這應該巴西龜在台灣版龜 是嗎 不是 都是嗎 都是嗎 親子出遊 接下來 就來看看為什麼我朋友 把河棒帶回家 放進去裡面 導致魚死亡呢 我們接著看 原因是因為 河棒就是大名鼎鼎的寄生蟲製造機 別說外面帶進來的 它自己的小孩就是寄生蟲 大家一定有聽過的 勾戒幼蟲 那勾戒幼蟲有什麼可怕的呢 被寄生的魚 會受到勾戒幼蟲的刺激 會分泌物質 把它給包覆起來 勾戒幼蟲會在這個被囊裡面生活 並攝取魚體內的營養 如果今天寄生在魚的嘴角 嘴唇 或是口腔 可能就會導致它不進食 所以往往會把魚給餓死 背寄生的魚 頭部通常都會變得很紅 然後嘴唇會發白 所以我們又叫它什麼病 你們知道嗎 紅頭白嘴病 那再來 假如今天你是水草缸的草友 絕對把你用的黑土 種的水草通通翻起來 就像狗小孩在你種的田上亂翻 絕對氣死你啊 難道核棒就沒有優點了嗎 其實有 它的優點是什麼 可以進化這個水草 核棒又稱為天然的過濾器 核棒對氨蛋亞硝酸鹽 硝酸鹽 硝酸鹽 都可以20小時過濾 每次過濾 大概約40到100升的水 所以才會在池塘 河流等地方發現核棒 所以養戶外缸的草友們 也可以放核棒來解決過濾器的問題 核棒除了淨化水質之外 還有一個答優點 你以為是不是產珍珠啊 錯 核棒 是瓶床魚 繁殖的工具沒有之一 核棒有兩隻水管 一隻進水管 一隻出水管 顧慮掉水中的各種雜質為生物 然後將水從排水管排出體外 核棒的專屬Menu中 包括單包藻 原生蟲 有機碎穴 還有輪蟲 大家注意喔 這些東西在我們漁缸啊 幾乎是零啊 就算有些小許的小球藻啊 和原生蟲 根本不夠他們塞牙縫 在河流或池塘中啊 底部的淤泥有大量可以讓核棒 進食的有機碎穴啊 水裡有大量的輪蟲 單包藻還有原生蟲啊 真的是吃到飽啊 核棒有如此強大的進水能力啊 但是呢 你也不要隨便把它丟進魚缸啊 因為你不了解它齁 它遲早餓死給你看啊 肚子還會早餓啊 核棒通常在哪裡呢 由於核棒生活在水底啊 除了寄生蟲外啊 天底倒是不多 而且 核棒的棒殼是可以避核的 最天然的防護盾 一般動物不容易傷害到核棒 但是一些水鳥啊 肉食性的魚啊 烏龜 或者是鳖 其實也會吃核棒喔 因此淤泥沙也是核棒躲避天底的場所 另外啊 在秋冬早春啊 這種氣溫比較低 核棒會鑽入泥沙深處啊 來保溫啊 所以挖取核棒並不難 石頭泥沙附近或是淤泥中 都能發現它們的身影喔 相信大家今天有滿滿的收穫 這次的正品是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 都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將從留言隨機抽出 有訂閱AC超音水族的草友們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 歡迎訂閱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民 AC超音水族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